上一期我们讲了就是录音的那些设备 然后我用过的外置录音设备就有Tascan的DR60 然后Tascan的DR70D 60D,70D这两个 然后Zoom的H4 之前给大家看过Zoom的H4 但是今天要给大家开箱测试的 或者是我买的 都不是这三个 我选择的 当我来到Zoom的时候我选择的就是 这一个SoundDevice Mixpre 3 之前讲过录音设备的那些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听过SoundDevice 如果你去看好莱坞的电影 或者很高端的录音设备 或者是很贵的录音设备 你就知道SoundDevice就是美国 他大概做了20多年的录音设备 他的特点就是他的PM 他的功率放大 跟他的里面很多专业人士所用的都有 一般他做的所有的录音 像是现场录音也好 或者电影录音也好 他的录音设备都是差不多3万 大概还有7万多的 就是说你看SoundDevice的633 这个就是很经常用的 然后上次跟Ari一起使用录制的那一套录音设备 那个就是SoundDevice633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很专业 很硬坚硬的一个设备 然后应该是去年他就出来两个很便宜的版本 这个是最便宜的一个是Mix Pre 3 一个是Mix Pre 6 一个是三一个六 他们的不同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是三个声道 三个输入口五个声道 然后六就更高级一点 但是六更贵 然后这个我是在美国买的600多 640美金 所以比英国便宜了差不多200英镑 然后中国不知道价钱还蛮贵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公司 但是他的他可以有三个用途 第一就是你现场的录音 就三个的混音台当现场的混音台 他的耳机的放大很好 他的耳机放大很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声音跟相机可以连接 就是他可以不单单是用3.5的接口 他甚至可以用HDMI的输入 就是把Timecode时间连接去 以后你剪辑的时候更加方便 还有第三个可以做外置的声卡 或者是输入卡 这个是很专业的 所以当你看这个设备的时候 SoundDevice Pro 我还没开箱过 这个是今天 今天就是一个开箱的一个分享 然后这个还有另外 他可以用蓝牙 用你的手机的APP去控制他声音的大小 这个 我用了那么多的时候 决定最后我自己买的是这个 所以当你看其他的录音设备的时候 很多不同 他们有些 可以讲 是给不同人的用途所不同的 然后这一个我觉得是达到我所要求的 因为他的做工 还有他的功率放大器 它是class A的 就不是便宜的功率放大器 一般他有很多的function是在别的地方 没有 白色的 我先放在这边 看他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看一看 很简 哇很小啊 很简单 有一个Alan Key 因为他要把它锁在里面 SoundDevice 然后USB 然后 这个包装很不错 然后 一个 它包装很特别 它包装很特别 哎呦 对 很小 不用想象中那样小 register your product get free extra ear warranty 然后免费 USB C 哎呀 这个就是USB C 拿出来 哇真的是很忙 放在一边先 所以这个就是USB C它是两个USB C的接口 放在一边先 这个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嘛 哇真的很小 包装 这个就是 但是很结实 整个做料好像很坚硬 这样子 好像砖头 这样子 mix free 如果你去看它的做工 无论它用在什么 简单的环境下 它都是很坚硬的一个 做工 它就用四个battery 来我们打开看看 哇 很小比我想象中的要小 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用四个a的电池 你可以选择用八个电池 它的 你还可以选择用索尼的电池 原来它这个是放在 它是有一个elen key从这边穿上去的 比如想象中的要想很坚硬 很坚硬 然后就是HDMI Timecode in 它的按钮都很结实 它这个是大的LED DLCD 它的XLR Timecode on 不要想象中的要小 你可以看到 跟这个差不多 跟DR60D Mark II 一样的大小 一样的大小 但是这个的功率放大器 比这个会好很多 而且耳机 比Tascan的要好很多 Tascan 录制声音还不错 如果你是 钱不是太多 应该是2000多 这个2000多 它的录制音质还可以 但是就是它的耳机监听功能 不如这个 它的耳机听起来 它的中音低音好像少了很多 但这个 我还没听过 但这个就好很多 然后这个Tascan D700 DR70D 就这个 这个比它还小 比它还小 你可以看到这个已经 磨坏了 所以比它还小 厚度比它还薄 稍微薄一点点 跟H4 哇 跟这比起来 你可以看到 小了一个尺寸 小了一个尺寸 看到小了一个尺寸 而且 这个可以用手机去控制 然后Zoom的H4 Zoom的F4 是不能用手机控制的 但是Zoom的H8 它可以用手机控制 然后Tascan的两个 都不可以用手机控制 你说为什么要手机控制 就比如说 你设置声音在那边 你可以手机通过蓝牙 去调它音量的大小 还有一点就是 当你用HDMI输入 就是有相机 它支持GH5的系列 跟Sony AE的系列 这种小型 好像几个型号的相机是支持 你HDMI直接输入进去 当你相机按录制功能的时候 它这边同时 你不用按它的录制 它这边就会同时一起去录制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功能 在刚才那三个是暂时没有的 所以还有一个 当然你可以用它的XLR的接口 它XLR进去的时候 它的出名就是它的功率放大器 或者它的Pre-End 它一般是用在很高级 差不多几万块钱的 它的其他的设备上面 但是它在这个几千块钱的设备上 它给你同样的Pre-End 这是很特别的 它的Pre-End的特点是 你不需要放大你的声音太多 你前期录制的时候 可以有很干净的底照 当你后期把那个底照 加大的时候 它的噪音基本上是没有 就基本上你可以正常 就当你录音的时候 你后期把音量调大的时候 你听到很少很少的噪音 在其他的这些设备的时候 你会经常听到那些声音 甚至我索尼的XLR KM上面 它的底照 你不可以 就是后期你调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听到它的底照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录制跟声音 所以当我个人使用这个的时候 我是蛮期待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Touch screen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还有USB-C 你就可以用USB-C连接它去电脑 作为 当然我现在电脑还不是USB-C MacBook的时候 当你用USB-C 你可以同时去Power它 就是用给它供电 同时也可以输入 或者把它变成一个外置声卡录音 去做很多更加专业的录音设备 所以这个基本上如果你是用三个麦克风 基本上我用的就是三个麦克风 它的按钮各方面都很结实 这个上面真的是很结实 像块铁这样子 你可以钉 然后Taskan就是塑料感十足的 然后Zoom的就是 它里面是铁片 但是这个一听起来就里面很很结实 怎么讲 就好像没有什么空间在里面 他们这个就是基本上很结实的一个东西 不错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 下次有机会再见 哎 要不要听一下它的声音 我现在就把我相机关掉 然后我直接用这个内录 用同样的麦克风 就是我M164的麦克风 来录制一段给大家听听看 好 现在你们听的就是同样刚才的距离 就是Sony 不是Sennheiser M164 但是我是用一条线直接接去同样的距离录制的声音 然后这个的DB 你可以看到是差不多 减 我讲是减35左右 减35左右的DB 然后其实这个是很安静的DB 哇 但是听起来你会发现很细节很多 它监听的细节真的是 这个耳机是比较烂的耳机了 但是如果配置好的耳机的话 你可以把现场监听的细节都可以听进去 然后这个声音我在后期需要把它达到减6dB 就是你其实现在我应该是已经把它从减35dB变成减6dB 就是已经加大了 但是你看到它的底罩应该是很清晰的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一个简单的设置 然后以后有机会我再会多一点去跟大家分享 我在使用这个上面的风格的心得 心得不是风格 所以这个是蛮不错的 所以它有三个使用 一个就是简单的设置 然后直接去使用 我大概设置从完全使用当中 不过到三分钟的时间 它蛮容易上手的 所以你看到当你按的时候 这些它都有很多比较大的方面去使用 所以这个就是我外置的录音设备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买的 然后我个人是蛮喜欢 就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外置录音设备 这个设备绰绰有益 因为之前的Sound device 633真的是买不起 那个比Sony A9还要贵 所以当你看回这一个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蛮不错 现在的录音设备 然后后面的是电池 然后SD卡插在后面 整个的可以看到 给大家看 如果把手机放在上面 它的干扰 看干扰还是蛮不错的 好 今天就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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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